如果是上火呢 它只是在上面有火 下面是寒凉的 但是如果说它上下都有火的时候 一定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 比如说小便发红了 大便干燥了 这些呢才是表示它是上下都有火 但是不管怎么样说 不管是这两种情况 上火还是实火 上面是一定都有火的 所以我们夏天最重要的 要解决这个上面的这部分火 只要出现了一两样症状 其实都是上火了 都是火了 很多人就觉得 哎呀我这么热 我这么燥啊 然后吃个冰激凌 吃个冷饮 吃完了以后就去腹泻 就拉肚子去了 对 而且长此一晚可能就肾虚了 或者寒凉了 像阿姨说的它 无动力下这个膝盖都是凉的了 腿凉 这样的情况是最难调理的 所以我们说实火好吃 实火我们就一味地用寒凉去治它嘛 叫做热者寒之 但是这个上火 只是上面有火 而下面有寒的情况 我们怎么办呢 必须是清上面的火 还要保护下面 不能让下面凉到